中广早报新闻 好现在时间7点28分 欢迎收听中广早报新闻 我是谢燕荣 今天是中华民国109年4月10号 星期五 农历庚子年3月18 好星期五哦 赶快听完早报 明天后天周末假期 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至少可以把口罩戴上 不要到处爬爬躁 待在家里或许不用戴口罩 好回到今天早报新闻的重点 今天在头版头条部分呢 几个焦点哦 首先是位组织的秘书长 或者是说干事长 各家媒体翻译的职称不太一样 唐德赛他对台湾提出了公开的指责 说我们的外交部 以及呢台湾的网友 对他进行人身攻击 种族歧视政府视而不见 那听而不闻 没有做任何的一个 这个劝导或者是划分界限 好这样一个消息呢 昨天呃大概凌晨的时候 外电陆陆续续出来之后 呃整个白天呃台湾的政坛 都针对这个事情 有相当多的回应 从府院党到民进党到呃国民党 大家对此当然是不以为然 通通提出了反驳要求澄清 今天早报在中时自由 苹果都是头版头条来处理 联合报放在头版二题 焦点呢包括了台湾方面 总统蔡英文呃告诉唐德赛说 什么叫歧视你懂不懂什么叫歧视哦 现在欢迎你到台湾来感受一下 被歧视的一个滋味跟感觉 另外卫福部长陈时中 我们的防疫指挥官则说 呃世卫在这一次处理疫情上 被质疑相当多 那与其有时间骂台湾三分多钟 你不如哦把这个时间拿来 好好跟台湾学习 怎么做防疫工作 好这样一个焦点呢 是今天各个报纸 头版相当喜欢的大标这个方向 另外疫情本身 昨天的本土个案是出现在台师大 那台师大先前有一个学生确诊 那他已经呃在隔离了 呃不过后来的一些居家隔离的 个案当中发现他的室友 现在也确诊了 他是台师大第二名确诊的学生 按照过去防疫中心的一个规则 以及方向说 如果一间学校两名学生确诊的话 就要全校停课 所以呃台师大成为台湾第一间哦 实体停课的大学 还有在前天的这一起本土个案呢 是呃台北市的酒店女公关 昨天自由时报独家哦 在头版二题报导 那白天这则新闻不断发酵 今天呃在早报的头版部分 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自由时报头版二题都说 受到这个酒店女公关确诊的影响 全台的酒店舞厅即日起哦 全面停止营业 好这个全面停止营业 当然有很多的争议 大家看法不太一样 那稍后在新闻当中 我们陆陆续续提供给大家 这是另外一个哦 在疫情部分的焦点 财经报纸大力光 昨天公布呃这个第二季的展望 看起来不太乐观 那四五月甚至也不好哦 可能甚至更糟 所以今天两个财经报纸 工商时报头版头 经济日报头版二题 都来关心一下 我们的这个股王大力光 他对于未来后世的一个展望 美国联准会在撒钱 要就是今天经济日报头版头 而工商时报头版二题 讲到联准会的新政策呢 今天早上当然也影响到了 美国股市的表现 因为联准会为了减轻疫情的影响 再度推出了2.3兆美元的加码金元 包括中小企业的贷款啦等等 同时呢也要收购投资级 以及垃圾债券的计划 细节出炉了 影响到清晨的美国股市全面上涨哦 呃四大主要指数涨幅 是百分之零点七七到百分之二 道琼涨百分之1.2 而且呢呃因为马上耶稣受难日的关系 台呃这个美股再来是不开市的 所以美股今天就提前收周线了 周线写下八十多年来最好的一个表现 好这是清晨美国股市的这个呃讯息 我们更新给大家 回头台听到刚才早报提到的 头版头条重点呢 今天各个报纸还有哪些进一步的说明 先听到今天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大标说唐德赛抹黑台湾 总统反击说台湾比谁都知道 被歧视的滋味 不要忘记哦 我们连世卫大会哦 这个是WHA都进不去哦 所以总统据此呢 说讲到歧视谁比台湾感受更深刻呢 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说 邀唐德赛访问台湾 蔡英文出招 世卫秘书长呛台湾种族歧视 府院同声抗议 而联合报的标题也是说 呃这个唐德赛骂台湾骂了三分钟哦 所以呢 府院昨天同声驳斥 外交部要求澄清道歉 陈时中说 与其骂台湾不如花点时间跟台湾学习 好这是今天各个报纸 放在头版头条 呃这个标题方面的处理 好详细内容呢 今年早报有提到说呃这个分析哦 说唐德赛为什么会突然在这样一个国际场合把台湾揪出来 点名来这个痛批了三分多钟 呃今年早报的分析说 其实唐德赛由中国力挺出掌世界卫生组织 批评台湾是做给中国看的 台湾防疫成功捐赠夜疗物资 获得全球的回响 中国大陆透过打手世卫组织抨击台湾 把台湾的暖食力曲解成种族歧视 是要模糊焦点 昨天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是力挺唐德赛 说新冠疫情发生到现在世卫在唐德赛领导之下 帮助各国面对疫情得到国际的认可 以及高度的赞扬 好这是中国大陆外交部公开力挺唐德赛的说法 至于目前呃在网站上哦 在加拿大网友发起的联署 要求唐德赛下台这个部分呢 呃今天早报有点到说 这一个连数已经超过77万人连数了 我们来介绍一下唐德赛哦 他是伊索比亚的人 其实不是中国人 很多人说一开始以为哦 他这么亲中是中国大陆派出来的代表 不是他是伊索比亚人 伊索比亚的卫生部长跟外交部长 呃他的背景呢 今天早报有一些琢磨 啊至于在中时联合自由 讲到这一则新闻还有哪些重点呢 今天中国时报在头版当中有点到 说唐德赛是借题发挥 才会在疫情记者会上痛骂台湾 而自由时报则说 现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台湾奉献的身影 跟唐德赛的讲法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呃今天在中国时报的内页哦 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观点 我们一并给大家参考 今天周时在内页的这个四版的特稿当中说 湘民成口舌之快意外伤害台湾 这个意呢用的是疫情的意 说世卫的秘书长唐德赛炮轰台湾 很多人对他种族歧视 虽然官方否认 不过你看哦 最近台湾的网络 或者是说台湾网友到国际网络上的留言 确实会看到大量使用歧视性尼戈字眼 来辱骂的一个案例 好这个尼戈这个词呢 本来是被认为是针对非洲族裔种族歧视的用语 现在有一些非洲族裔以外的族群使用这个词 就是要来嘲笑非洲族裔 所以你看网友 呃其实很多人会说啊 这个废物尼戈什么呃这个北京犬啦 之类之类的 就真的是写尼戈 而这个IP呢 就是台湾网友留的 所以呃今天在中国时报说 当然啦 衰民的言论不代表官方 拿这个来攻击台湾有失公允 不过呢呃这个防疫快慢是可受公平的事 但是台湾网友使用这些种族歧视的字眼 很容易哦被别人抓到把柄 然后把它跟台湾做一个连结 对台湾也不好 所以说民众骂唐德赛可能是因为爱国心 但是如果你真的爱国的话 就要想到你做什么样的发言 什么样的做法对台湾才是最好 目前防疫工作这个战役呢 台湾打得很漂亮 在全球是表率不过疫情当道 本来全球应该要强调的是防疫 这个时候你去打口水战 网路下面应该检讨哦 你当然一时之间可能很开心 觉得很过瘾啊 这个呃很爽哦 不过可能会让本来应该谴责的对象 变成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特别在国际上种族歧视非常非常 呃严重哦 这个东西其实大家是会呃用呃 放大来看来解读的 所以说希望网友在呃帮台湾 捍卫台湾的同时注意用字哦 否则呢很容易会被别人抓到把柄 另外绿营立委也提醒外长在推特PWHO 呃这个呃黄重燕指谭德赛是脑炎 但是有些绿营立委还是有理性的 说你们的言论小心哦 外交部长是代表国家的哦 你不要去开骂 你可以捍卫台湾权益 但是不要开骂 网络酸言不等于主流民意 谭德赛对台湾的指责 蓝音立委也炮轰说 这个对台湾不公平哦 所以昨天呢呃 唐德赛指控我们政府做事霸凌 做事呃台湾的网友对他霸凌 但是政府视而不见 外交部对此昨天提出抗议 中国时报今天四版 有一些呃不同角度的报道 讲到这部分呢 WHO跟川普之间的口水战也没有停 川普在抢WHO拿美国钱替中国办事 轰唐德赛才是政治化 严重低估了疫情的威胁 呃今天自由时报在分析部分哦 也讲到说到底美国有没有筹码 如果说在世卫中美这两大强权要过招的话 孰优孰劣谁占优势呢 记者周锦文的特稿哦 从钱的角度来做分析 当然呃对世卫来讲呃 给钱的势必是老大 那我们来看一看哦 美国跟中国对世卫的供养 到底谁给比较多钱 呃目前在美国国会已经有呼声 共和党众议员正式提案说 要求冻结世卫预算 直到唐德赛下台为止 美国的舆论界也力挺 这样一个呃这个预算的这个想法 另外当美国付出四十三万两千多例确诊 将近一万五千人的死亡痛苦代价之后 惩罚WHO的美国名气 现在似乎就是川普非常非常重要的力量 现在对世卫公布的数据来说 各国缴交的会费不到总经费的四分之一 而美国占了百分之二十二 中国占百分之十二 好当然呃除非美国要退出哦 否则呢美国再生气你还是要缴会费 你不要忘记哦 还有刚才讲到说他的经费会费 大概只有四分之一不到 那另外四分之三世卫的经费来源是什么呢 是叫做自愿捐赠的部分 好自愿捐赠美国政府占了百分之三十七哦 而中国大陆呢 他只捐了所谓一千五百万 美国捐的百分之三十七是七点二五亿美元 所以相较来讲 呃今天自由时报就嘲讽说 你每中国大陆捐的钱 连小数点后面的零头都不到 就连日本捐的钱也是中国大陆的十倍以上 这么悬殊的比例呢 美国当然了是可以来要挟WHO的 那WHO势必最后也要买单 否则以后没有钱了 我还是缴会费 但是我四分之三这个自愿捐赠部分 我美国不捐了 我看你怎么办 所以今天在自由时报解读说 呃这个川普呛WHO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他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筹码 好那台湾有没有筹码来杠上WHO 或者是呃这个唐德赛呢 当然大家看法不太一样哦 毕竟如果老美挺你的话 或许还有机会 那旺报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 旺报今天的分析是说 台湾啊你不要去跳这个政治大火坑 大陆学者提醒 战火大人去玩就好了 那两大强权去玩 你台湾如果在这个时候敲边谷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帮助你加入世卫组织 最后适得其反 小些老公一火大 最后反而呢横加阻挠 最后呢就是砸石头脚 这个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今天旺报从中国大陆的赤脚来切 是叫台湾方面在这个议题上的操作 可能要稍微想一想 好这个是各个报纸 不同角度 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回到疫情本身今天的自由时报 头版二题 以及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就是疫情本身的报道 联合报说全台酒店舞厅停业 大学首例台师大第二例确诊之后 现在全校停课两周 酒店的部分 今天自由时报延续昨天的独家 还有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内幕的报道 今天自由头版二题说 红牌J小姐有症状还被带出厂 全台酒店舞厅从即日起停业 先听到联合报今天的报道 联合报说这个限制酒厅跟这个舞厅营业 跟这个女公关确诊有没有关系呢 昨天疫情指挥中心的说法相对来讲 是比较保守的 他说我们不会公布个案的资料 但是呢什么时候找到我们疫情如果扩大的话 到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所以陈时中特别强调 不要想现在相对平稳 随时有可能会有一个大变化 所以必须要提高警觉 另外又有人质疑说 室内娱乐场所除了酒厅酒店舞厅之外 还有酒吧夜店等等情况也是很像 但是指挥中心说 目前暂时是没有设限 但是如果说社交距离啦 或防疫没有做好的话 不排除也会跟进来做更严格的一个管扣 今天自由时报说 这个台北市的酒店女公关疑似有症状之后 还去上班 曾经跟多个酒客接触出场 也有这个出场的记录 本来疫情指挥中心对外说 说她是一个生活很单纯 没有上班 只有到附近去买买东西的一个人 结果没想到第二天大逆转 变成一个酒店女公关 所以大家都说 那是在哈喽吗 到底疫情指挥中心掌握的疫调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联合报在内夜的三版 有记者的特稿 说主妇变公关 我们的防疫是不是真的掉期了呢 昨天陈时中跟这个发言人的说法是说 后来疫调才发现确实他有难言之隐 今天记者陈雨昕 陈杰林的特稿 说短短一天 本来很单纯的嘱咐 没想到他真正的身份是 知名的酒店公关 记不记得先前 在观光局主秘事件当中 一开始陈时中对外说 说这个喝咖啡 陪这个观光局高官儿子喝咖啡的 这一名呢 这个机场人员跟他有熟职关系 后来才发现根本不认识哦 所以今年联合报级 疫情严峻 当然疫调人员人养马翻 疫调也很困难 但是落差这么大的疫调 是不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而且呢你酒店女公关身份被揭露之后 马上就叫他们停止营业 无限期营业 所以两大特种行业被贴上防疫破口标签 接下来这些特种行业会不会化名为案 更不利于防疫工作 没了酒店舞厅 但是夜店Pub都还在营业 防疫中心你有没有告诉大家 为什么 这两个不同的处置 你的标准是什么 当然今天还有部分的特稿是说 你连法源依据都有问题 就是说你不能够很含糊说 这个涵盖很多很多局处 所以跟他们有关都有法源依据 那到底是什么 所以针对这么仓促的宣布 全国的酒店舞厅停业 当然特种行业大家印象或许不是很好 不过你回到劳全 回到从防疫工作的角度 这样一个政策呢 今天各个报纸提出了不少的质疑 雷后报今天三版的下半版面 还有酒店小姐说 做这一行不奢望政府会给他们补偿 因为本来从劳健保或者是一些 你要申请补偿的条件 他们可能就已经是黑数了 但是未来要怎么活下去 愁生计难道去当传播妹吗 还有人说本来总是要吃饭 不然的话酒店不要去了 我们私下去KTV 或者是招待所另辟战场 好这么一个化名为案的动作 要管理就更困难了 这是在部分业者或者是 这个酒店从业人员 他们对媒体的一个说法 那台中支持这样一个这个规定 而且呢除了酒店舞厅之外 台中加码说十大特种行业 通通都要实名制 当然这个实名制呢 酒客说这样一来我老婆就知道了 或者是说我的亲朋好友都知道了 这样一曝光对我来讲不好 所以很多人说都不会再去了 好再来听到的是师大学生的部分 今天联合报头版说 现在学校强烈建议学生离开学校 因为呢校园群聚感染源都还不知道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随时被传染 如果说你选择留在学校的话 也就尽量不要到处走动 不要离开你的住家 比指挥中心的规定更加严格 希望大家能够做好相关的规定 还有如果家里有考生的话 可能要注意的是 这个对于考试方面的规定 统策以及这个会考 国中会考 现在都规定 全程要戴口罩 如果你不戴的话 这一刻是不计分的 家长小朋友都要注意 而且不能够陪考 今年呢 说考场会有服务人员 帮忙这些考生 但是家长不能够陪考 好提供给大家 在政策部分的一个宣布 内夜以及忠实 今天头版二十口罩问题 说园外大手比照不住 两百万侨胞 因为昨天我们又宣布 第二波的园外口罩 要再捐六百万片口罩 给欧洲拉美新南向国家 具体落实台湾能帮忙 台湾can help 这样一个口号 今天在中国时报说 其实你知道吗 侨委会先前向政府提出 侨姐需要两百万片口罩 来帮忙我们的侨胞 但政府最后给五万片 所以国民党立委说 你一直一直圆外 那海外侨民的口罩反而不给 那是什么意思 而在今天联合报的特稿 也帮国军喊冤 昨天说我们的国军 你知道人数有多少吗 有十八万国军 但是每天只有配 一万七千片口罩 换句话说 每天十个人 只能够拿到一个口罩 在我们不断圆外的同时 国内的需求 国内的供给 是不是已经达到了 当初政府说 我们自己先足够量使用了 再去给别人用 这样一个目标跟原则 是不是有相呼应 今天早报 当然是有一些质疑的 因为昨天开放 成人两周买九片 儿童两周买十片之后 所有的药局前面 又都出现了强买人潮 好快就买光了 大牌长龙 这一次就连偏箱也都排队了 药局口罩的销售分数创新高 有人专程到山上去买 觉得比较好买 那还有家长说 现在连儿童口罩都买不到了 怎么办呢 另外寄给海外的口罩 要先去登记 国贸局网站登记 整个网站也塞爆了 目前处理1.5万件 但是呢 很多是到林贵去办 因为国贸局网站 昨天当得很惨 111个国家地区 现在是没有航班的 换句话说 你想寄也不能够寄到 政策部分 今天抢救中型的观光业 行政员加码 百亿元融资 每家最多可以带 五亿元免手续费 利率是业者跟银行协调 可以深带八到九成 同集团只能够带一次 薪资补贴 新鲜人跟打工仔 通通都照顾 补贴最高每个月 一万一千块 最长可以补贴六个月 好 如果说你纾困方面 当然很多政策不知道 想要细节的话 打1988的专线 来问个清楚 国际疫情 美国43万确诊 连续两天呢 将近有2000人死亡 很难熬的一周 专家估计死亡人数 可能会比先前估计的 稍微好一点 少一点 意大利的目标 希望这个四月底 能够分区松绑 不过各国疫情不太一样 所以欧洲的旅游禁令呢 可能会统一延长到 5月15号 这是早报在国外的 疫情部分的报道 沙奥地阿拉伯传出 有150个王族感染 现在发出了高度戒备令 御用医院已经清出了 500多张的病床 至于中国大陆 马上五一连假 昨天宣布 有点让人觉得有点夸张 说这次一连放五天假 是十年以来最长的五一连假 因为他们要刺激经济 让大家去消费 不过旁边的人都担心说 这个疫情会不会卷土重来呢 好 7点51分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到现场 掌握财经报纸的新闻焦点 7点51分 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享用美食欣赏美食 讲到首语课 我刚才看到佩莉说 今天首语条叫什么 我才想到说 对我要来开首语课 有听到吗 今天应该有了 我们说修好了 我不知道 好 管长那件事我想要讲一下 我觉得有点扯 可以这么明目张胆说 我打去 这个柯文哲莫聊跟我讲说 因为有人检举 所以必须要法要处理 那本来180万 这个让你好过一点 我法60万 那你就不要再讲了 这么明白 我觉得这东西大家是议员 大家可不去查一下 是可以这样子 那网红治国还是法治治国 我会觉得网红也是有点囂张 为什么你就做错 你如果没违法 当然不会被罚 你违法你们鼻子摸一摸 像我说今天这么多人违规交通 就交通违规 我被开罚单 那我当然就去罚 你自己做错事有什么好讲的 那我还大拉拉开直播说 对我怎么不罚别人来罚我 我觉得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是非黑白 全部都不一样了 那网红你可以帮他 扶选帮他助选 所以就不必遵守法律规定吗 就可以特案处理吗 我觉得真的太夸张了 7点52分 欢迎回到中华早报新闻 我是谢业荣 财经报纸 今天的自由时报 头版二题呢 还有包括农天水利法草案行政院 已经拍板了 水利会资产设17个基金接纳 赋予公权力 更有效率管理水利会 会改制为公务机关 不受国产法的规范 确诊是有中枪中标之后 台师大入学申请第二阶段 通通都是书审 包括笔试 包括面试都取消 不过呢 如果要考试的考生 可能相关的规定要特别注意 而自由时报头版照片则是 美国国务卿的推特 感谢台湾送口罩 说台湾是世界典范 这个东西呢 今天的自由时报 用头版照片的方式来呈现 经济日报头版标题 鲍尔喊话强力复苏 美国经济推出2.3兆美元 新一轮的刺激方案 暗示呢 宽松的弹药会来继续帮助 中小企业 工商时报则说 2.3兆美元联准会的 救市方案出炉了 当然今天的美国股市 是有影响到 最后是收红 美股文讯大涨 无畏出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再增加600多万人 大力光泄气第二季 展望喊差 这个今天大力光的消息呢 经济日报头版二题也有 昨天公布第一季 毛利率69.8% 美股纯益50.1都比市场还要好 不过呢 指使长林安平说 在疫情影响 4月拉货都能比3月糟 5月也比4月糟 换句话说 第二季是逐月走蛋的 第二季应该是 这个看起来不太乐观的 两个报纸都有提到 只能够且战且走了 公生时报 头版下半版面 还包括大陆第一次暂停 陆生到台湾来就读 强调陆生在台 就读权益要先切实维护 而大陆大学 对台湾的招生政策不变 因为两岸目前情势 加上疫情的关系 大陆宣布暂停 今年各地各学历层级毕业生 到台湾的生读工作 这是2011年台湾开赴 大陆籍学生到台湾来之后 第一次暂停 大陆学生到台湾来的政策 好 别来提要包括了 今天工商时报说 国泰金的第一季逆风 大赚228亿 工股行库纾困通关率 将近百分之百 面板双虎第一季营收 十年来新低 还有大南港岸土地公开标售 这是通东区的超级大案 油价部分 今天经济日报二版说 沙尔外传敲定减产 油价强谈 不过后来整个幅度不如预期 所以今年清晨油价是重错的 平盘下禁止放空 战行三个月 钢铁业信用船把伤紧缩 那页新闻我们来听到的 先听到是 自由今年的政治新闻版面 中国军机旅闯第一岛链 台日首当其冲 日本战机去年紧急升空 947次 有七成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军机 张启诚说九二共识会不会继续用下去 要问北京 他上任第一个月已经满月了 接受联合报专访 说共识精神还在 不过现在国际跟两岸都有很大的变化 还有模糊或中华民国表述的空间吗 国民党到底要不要继续九二共识 张启诚说 要问老共怎么想 要问共产党 要问中国大陆 会议总统召开宪政会议 张启诚说他会参加 而今天在联合报下半版面 还包括霸函的工房蓝绿出招 现在韩国瑜的政策是低调拼市政 蓝音觉得他应该会过关 继续听到内夜新闻 农委会放话10月1号 农田水利法这个通过之后呢 如期改官派 那成立基金60亿元的缺口 有待播布 担心万人群聚台北开斋节 可能不办了 本来5月24号要办 现在可能会喊咖 希望防疫不要出现任何的破口 而基隆的中原 现在可能也要取消绕境 放水灯头照常进行 不过重头戏维持传统之外 可能这个游行的部分 就要缩小规模了 宜兰同花季喊咖 投诚抢沽 可能也要停办 导演魏德胜 台湾三部曲的拍片计划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前进不来 135亿元的筹资牛部话 8月再来发动群聚吧 等疫情过去之后再说 台北市摊商 如果连续三天没戴口罩的话 就要收回摊位 要严格的来规定 一人情委的性侵案 被判刑8年确定 在体育焦点呢 还包括了这个昨天 SBL超级篮球联赛 少数还在打的这个比赛 冠军上半夏季的冠军都出来 通通都是台皮 这是台皮相当好的一个表现 今天体育版面 做到了板头的位置 好我们早报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收听 周末愉快 拜拜咯 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想用